0604後面在我們的台銀匯率下方還有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就是如果我要抓Google的搜尋結果 Google的搜尋結果很簡單 當然你如果用瀏覽器輸入關鍵字 它會自動怎麼樣出現那個結果出來 而且甚至會有一些之前的記錄 它會自動列出來 可是問題來就是說如果我今天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Google這個瀏覽器好了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假設我不是透過瀏覽器 我是透過這個Python的程式來抓的話 那你會發現我開一個新的 這個地方我把它貼上 這裡的話就會出現 假設我一樣去抓 那我分析過了 那你會發現一樣的動作 我只是在這裡增加一個請輸入關鍵字 比如說我輸入什麼關鍵字 違法錯誤 這邊是不是寫錯 這邊後面少一個刮鬍 後刮鬍 OK 那它會出現請輸入關鍵字 這個理論上當然我們很簡單 輸入關鍵字 它有點像是把這個關鍵字丟給那個Google收取引擎 比如我找吳老師好了 關鍵 Enter 你會發現正常的狀況應該是 它要能夠把資料丟回來給我 可是奇怪為什麼完全沒東西 跟各位講 後來我查出原因了 原來Google收取引擎會避免爬蟲 因為大家一直爬一直爬 當然也會造成它loading過重 而且也會變慢 還有有一些人一直在撈它的東西 所以它就防止 它會去判斷說 到底你這個動作是不是真的是一個瀏覽器 它判斷你不是 你是Python的程式 所以它就把你斷線 好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我就想要有辦法 什麼辦法 我給我偽裝 偽裝我這個request 實際上就是一個瀏覽器 那問題怎麼樣知道是不是有一個瀏覽器 跟各位講一下 在request.get後面 豆點後面你可以再加一個參數 叫做headers 這個headers其實裡面就是紀錄什麼 紀錄你的瀏覽器版本 跟一些相關訊息 這個訊息很長 網路上都找得到 所以這個地方 就只要在這邊 底下加一個headers 就這個有沒有 這個headers這個參數 其實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字典 這個字典的話 key是這個 有沒有 然後value的話 後面這邊就是它的版本 就這個 偽裝一下 它是這個版本 然後後面有一串 crome的 然後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headers 這兩行怎麼樣 Ctrl-Z 加在哪裡呢 加在我的 這個get的上方 ok 然後再把這個headers 這個後 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裡 headers等於 有沒有 headers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我跟他講說 我這個地方 我增加一個headers的參數 那參數就在上面 請你把這個 幫我呢 再加上去 其實就加這個 headers等於headers 有沒有 就這個 所以請各位自行 再參考一下 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都有 那這樣的話 你說老師 那有什麼差別 那server那邊就知道說 因為他 他就誤以為說 你就是一個 Chrome的柔軟器 而且版本 是大概75 而且好像都已經90幾了吧 所以是不是 你要再更新 也許你再 可以換一個 假的版本 好 那試試看 我加這個 剛剛是完全沒結果 對不對 現在的話試試看 看會不會OK 所以 執行一下 加這個東西 然後一樣出 搜尋吳老師 Enter一下 看會不會有結果 會不會沒有給我結果 那我就完蛋 因為之前就這樣 我上課上完一半 之前都OK 突然Enter 老師怎麼沒有結果 我就論住了 後來我想說 會不會什麼地方 試一下 Enter 有了 有沒有看到 但是他這邊有一個錯誤 這個sp2 不管 不管 反正 加了Header之後 你會發現 他就幫我把結果 給撈出來了 OK 而且 我這邊查的結果 第一個是我的教學部落 我的YouTube頻道 第二個的話 是我的麻將館 沒有 跟我沒關係 這個是別 別老師的 這個是我的教學部落 OK 這樣的話 理論上就有東西出來 這邊好像有一個錯誤 這可能要再查一下 這個是sp4.test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能要再看一下 主要的話 這個地方 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Google的搜尋 當然以後的話 不只是Google的搜尋 其實可能有別的網站 假設你遇到這種狀況 奇怪 怎麼一搜尋結果 都沒有東西出來 或者是說你一抓一個東西 奇怪 理論上應該要東西給你 可是他卻沒東西給你 完全是空白的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試著加一個header header 也許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那這個是0604 這個單元的部分 那另外待會兒 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許各位可以看 0605的這個 Yahoo!股市的部分 主要是抓什麼 Yahoo!股市的資料 那Yahoo!股市的資料 我剛好提掉 原來是table 他為了要讓別人不能抓到他的資料 所以他改什麼 你可以看一下 按右鍵 檢查一下 他就把它改成什麼 我印象中好像改成UL 加LI 真是很妙的一個搭配 右鍵 然後檢查 這邊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 再上面 再往上一層 再往上 欸不對 下面這個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裡面 我印象中它是一個UL 加一個LI UL 難道它有改版嗎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